有客户说他家冰箱不治冷 我们去看看是什么问题 就这个冰箱是个上林的 这个估计法就二三十年了 上面是冷冻 这个是风冷的 现在这上面冻不住 全软了 下面也不怎么凉 冰箱现在没有启动 其实像这种上林冰箱有个通病的 一般的都是这里面的化妆系统有个问题 现在我们直接把这个里面拆开看看 下面不用拆了 东西先拿掉 插头先拔掉 这边上都是卡扣的 打开就这样子的 在这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说检查这个 搜机组片 还有下面一个加热室 加热管就是这个 首先来测量一下 再加热室 用弯弯表 封面脑来测量 测量它的阻值 你们看没有反应 看到吧 说明加热管已经断了 所以这个冰箱我们就需要换加热管 还有双金属片一定要换掉 这个不管好不好都要更换 因为弯弯表测量不出来的 小兜兜冰箱 你别看他们老 但是特别耐用 就算坏了也是小问题 大问题很少 这就是双金属片 这个你看 断掉了 再来测量一下这个 你们看 这个有300多 烧金属片可能没坏 因为这个坏了 会引起不化妆疾病 但是最好把它换掉 加热管干嘛 线头擦好 双金属片这边 我贴在这个上面 这是感知这里的温度的 炸得炸好 这里有个温度保险 一定要放在这个边上 这是感知这里的温度的 如果这要加热管一直加热的话 这里就会保护起来啊 烧掉 可以了 零件换好 擦电 但是冰箱还是没反应啊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调节一下 这上面的发送电器 我再也算了 压缩器也听到压缩器不声音了啊 足够压度有点小 现在已经工作了 这里也来了 可以了啊 其实下重上了冰箱 这种温度非常常见 现在学的很少了 不过以前学的很多很多 搞定 我们去下边 那里的小就要来 我们来试一下 谢谢大家